哇 琥珀色的茶汤 真迷人 好想喝一口哦 好浓郁的果香味 原来它就是猫里红 红茶 甜美女送茶时刻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跟着甜美女的脚步 See the beauty See the glue 我们都知道 饮茶文化是华人的骄傲 一杯好茶 不仅可以让人心旷神怡 更可以藏宝汤健 俗话说 一年茶 三年药 七年饱 可见茶是多么多么的珍贵啊 今天甜美女要带大家 来到我们苗栗县的竹南镇 来拜访一位茶仙子 那就是我们名有茶庄的负责人 黄秀琪小姐 秀琪好 甜美女好 甜美女的观众大家好 秀琪 秀琪我觉得你的爸爸呢 帮你取了一个真好的名字 你真的看起来非常的秀气 而且我们知道呢 你可是在苗栗上呢 真的是想叮当的 在这个制茶叶里面呢 也是一位充满传奇的旗女子 对不对 因为从小跟着父辈 他会在山里面种茶 那又开茶工厂 所以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呢 就是往前走 所以一直到今天 对为什么会说秀琪是一个奇女子 我们知道哦 做茶 在以前呢 其实他的这个不是这么发达的时候呢 薄薄都是要用到我们的人工 那我们知道做茶其实很出众耶 照理说呢 做茶一般来讲都是男人的工作 那为什么会你家里是你来 承接这个副业呢 你有哥哥姐姐吗 有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 还有两个哥哥 我是老五 就是人家讲的蛮妖女 哇 那就更人家觉得好奇了 为什么呢 没有传给哥哥 然后呢 传给女孩 传给这个妖女呢 为什么呢 因为哥哥姐姐 他们有找到的 适合的工作了 那剩下我留在家里 那想看爸爸那么辛苦 一辈子的奉献 一辈子的耕耘到现在 少有一点点的成果呢 那放掉很可惜 所以呢 我一头就再栽进去 试试看自己行不行 其实那时候也真的没有准备 哇 那我们也知道哦 你刚才有分享说 其实你从七岁耶 七岁就开始哦 看爸爸怎么样的自查 跟在身边就对 七岁才读小学一年级耶 从采茶 种茶 然后一直到制茶 一条龙 哇 跟着你的爸爸怎么样来栽种这个茶 然后呢 再到怎么样把这个茶呢 一个一个工序 一个一个环节这样 然后呢 哇 制造出来 一个非常棒的茶 这可能就是你从小的耳目染 让你对茶也产生了感情 对不对 是的 当你喝到一杯好茶的时候 你所有的辛苦都会忘却 因为茶入口是苦 然后是培干 然后那个过程 就会让感觉 现在的我的心情就是觉得 真的就像人生一样 先苦后干 真的 就像在稻吃甘蔗 你可能回想到 你小时候可能大家放学呢 可能都去玩啊 像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是踢腱子啊 然后跳房子啊 跳格子啊 那你可能就要在家里帮忙 开始怎么样子的来 看到大人怎么样开始 就是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的来作茶 因为你要学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不能讲学 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那我们是一定要去做的 那个是工作 那个就是我们的饭碗 那放学回家 第一个书包一丢 你就去采茶 茶采回来呢 我们还有工厂就要自茶 一直到凌晨把茶叶完成了 我们才可以休息的 应该说这个就是农活 就等于就是说 不管你喜不喜欢 那家里既然是这样 可能从小就要帮家里 可能年纪小做一点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越做越多了就对了 对 当年能力越来越多的时候 是整场包了 不过那时候说实在的 要下这个决定也不容易啦 毕竟女孩子嘛 我们都会想要往大都会去吃头肉啊 那打扮得漂漂亮亮啊 你知道做茶 她除了很辛苦 你可能常常也不能穿漂亮的衣服 对不对 在大厚的时候 在大厚的时候 那时候听说 有石垢每一个这样子的环节 一环过一环 听说在炒茶的时候呢 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哦 对 从采完 它的工序就开始了 就制造 制造这个过程是 把它制造成一泡 就像这个茶 培干以后才能休息的 所以大部分 一般来讲都在凌晨 两三点甚至天亮 听起来真的太佩服我们秀琪了 我们知道秀琪从小就生长在苗栗嘛 那苗栗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我也常听说就是有一个独特的红茶 叫做猫里红 真的猫里红 但是这个名字很特殊哦 那为什么它会取名叫猫里红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典故对不对 那秀琪要不要赶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讲到猫里这两个字是有一段故事的 在一千多年前 原住民还在这个平地的时候呢 他就把苗栗这个地方叫道塔斯族 那因为原住民的发音叫 玛丽玛丽 所以说这个道塔斯族 他用原住民来他的发音就叫做 玛丽玛丽 然后我们闽南族或客家人 听到玛丽玛丽玛丽 听久了就玛丽玛丽玛丽 就是苗栗的一个称呼 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得名而来 叫玛丽红就对了 哇真的好美的名字哦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迫不及待 我真的迫不及待 很想来试试看哦 这个玛丽红的红茶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好来试试看 对真的 嗯 哇 他有一种很独特的好像这个花果香味 对不对 手果香 是 是 他的滋味非常的甜 然后带肝 没有错 对 那入喉又不苦不涩 非常的好入喉 而且一喝一口下去 真的整个头脑都变清湿了 哇真的耶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 人家说品一口香米 就让你精神意义 对没有错哦 好那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猫里红呢 就是我们苗栗的最早的起源 那通常猫里红他的产季呢 猫里红的产季是在每年的夏季 盲种到端午 过后十天大数这个时间来产 他是他的产季 他一年只有一季而已哦 哦 所以说很珍贵耶 是 别的季节他就没有做出这种风味了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独特的风味了就对了 对对对对 哦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能够喝到好茶 有时候真的还要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能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看到 这个猫里红他的色泽 非常的漂亮哦 他非常的漂亮 就是他带有那个深谷破色 颜色非常的鲜明 对非常清澈 而且呢 他的口感呢真的相当好 赶快要再来喝一下 完全不苦不涩 而且其实这茶他已经有点凉掉了 但是其他那个就是说果香味呢 还是非常的浓郁哦 是是 哇真的很棒 他这个茶呢不要乐乐喝 你微温的喝 他的口感更浓郁更好 哇所以呢 今天观众朋友就会知道了 原来呢喝这个猫里红红茶呢 他也是有美感的哦 就是说微温的时候喝呢 刚好是他风味最棒的时候 是的 秀琪 我们刚刚品尝了这个猫里红红茶呢 真的一喝就爱上他了哦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呢 在台湾有很多品种的好茶 那接下来你要给我们推荐的是 哪一款好茶呢 东方美人茶 我也非常喜欢东方美人茶 因为呢据说呢 不美的人喝了都会变美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哦哈哈哈哈 好那一定要天天喝咯 好那也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应该对东方美人茶 这个名字呢耳熟能详哦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呢 在国际上呢 很多这些外国人呢 他只要问他说台湾的茶 他就知道两种 一种就是知道我们的乌龙茶 一种就会知道我们的东方美人茶 那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呢 东方美人茶它的特色好吗 东方美人茶呢 它是一个无浓害的 就是没有喷农药 我们讲生态共生 它是有小月滤茶 丁食过后的茶叶 它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啄盐味 就是果蜜香 那在这之前呢 它不叫东方美人茶 那不然叫什么茶 叫福寿茶 哦 那为什么会从福寿茶又变成东方美人茶呢 这个是都有一个故事 它也不叫 后来也不叫福寿茶 又有叫新的名字叫 碰红茶 对 但是碰红茶我是常听过 是对 那我们从福寿茶这个地方点部来讲 那在我们上一辈的祖辈来讲 那时候他们做茶 那个茶呢 因为酌炎以后 它茶叶会产生病变 那它做出来茶叶就会有做白好 白色就像这样子 有点白点 哦真的 那个白点有没有像瘦翁的眉毛啊 这个眉毛白白的常瘦人 真的耶 哦 哦所以它的福寿茶的名字就是这样由来的 哦 再来呢 讲到碰红茶 在以前的人他们在做茶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工序嘛 是 传承就是一代接一代 就有一对夫妻呢 他因为他做茶 忘了 忙忘了 采收起来忙忘了 要马上把它制成 我们讲做茶是采完就马上要去晒 抢时间的 对 把它完成 但是因为他忙忘了 这个茶采回来 摆来一边忘了去做 等他想到的时候完了 我的茶完了 可是没有做不行啊 我们靠这个吃饭啊 他就照原来的工序去做 原来做出来味道 哇 竟然别有一番风味 不但一番风味 他拿到台北大稻辰去卖的时候 因为卖了很好的价钱 真的耶 今天的味道又不一样 我在讲说为什么会不一样 以前我们做茶是做那个中发酵茶 那个50%左右的发酵 那时候是带冷成品 那因为他这个发酵过度了 就已经75%左右了 是 那因为发酵过度跟原来我们做茶的 习性的味道不一样了 是 所以他又能够卖个好价钱 大家就他回来说我这泡茶今天卖的 非常好的价钱 大家说 原来碰红茶的由来就是这样子 反倒因为他的 新叉流流成衣 对 无新叉流流成衣 没有想到他因为一个失误 变成还有一个创造了一个新的 新的品项 新的风味出来了 嗯嗯嗯嗯嗯 那这个茶呢当然在我那个年代呢 很多都是很资深的那个大老板的 爸爸他们都会喝 因为没有碰农药 对 他们最喜欢的 安全 对 很安全 然后再来就是 那时候在我们英国商人 他来采购的时候 他来东方有一个茶 因为英国人喝红茶嘛 是 他加糖嘛 他喝到台湾的茶不用加糖 就是这么的甘甜 对 好喝 然后他就带回去了 他就进贡给那个英国的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 是 那维多利亚女王喝到这个茶 是他非常的惊艳 而且这个茶汤泡出来的颜色 又非常好看 那个茶的茶页面呢 就像东方的美女一样 那婀娜多姿 小小朵卷曲卷曲的 是 他就说这个茶真的很好喝 他就问那个医生说 这个是什么茶呀 他说我东方买回来的 哦 后来英国女王就取为东方美女王 哇 想到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呢 真的是把这个茶的名字呢 把它取得太棒了 对不对 是 嗯 所以一直到从福寿茶 到碰红茶 到东方美人茶 其实是同一种茶 对 对 你听懂了你就知道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一定要用这杯茶来浸一下 维多利亚女王 就是要取得这么美的名字呢 让我们呢 喝了都变成道地的东方美人 哇真的好棒哦 那现在来尝一尝 东方美人茶 它的滋味咯 好浓郁的香哦 对 可是呢 它的茶汤颜色其实是淡淡的而已 对 它淡琥珀色 嗯 晶莹剔透 然后它喝起来口感是 蜜香非常的浓郁 你讲到了 这个甜口感 就是那个 真的蜜香 真的蜂蜜的味道很浓 然后又真的是有甜味哦 是是是 哇难怪呢 它叫东方美人茶 我觉得就像美人一样的 看起来非常的甜美 对不对 然后喝的时候 你身体又更健康 因为它里面多了 茶红质跟茶黄质 嗯 这个对我们人的身体来讲的话 它对心血管 跟血管壁的弹性非常的好 而且最主要呢 它一定是要百分之百的 无农药残留的 就是等于说 在最自然的环境下 才可以做出 这样的东方美人茶就对了 哇 今天呢 甜美女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lucky哦 因为呢 今天秀琪呢 是用我来看一下 2012年的耶 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耶 哇 真的耶 太感谢了 这一瓶就是我在很多年前 收藏的一瓶茶 对对对 哇哦 这个茶就更了不起了 它是头等奖 哦 这个茶是在当时 它就已经要很高的价格了 嗯 到现在可能又 因为茶其实呢 它会增值的 像我们刚刚讲嘛 一年茶 三年要七年饱 像这样子的话 增长这么多年呢 它真的都是已经价值不菲了 是的 因为茶 这种茶越放越好 而且它 它就像说是饱了 它就是饱了 哇 真的 来赶快再来喝一口 哇 真的喝了这个茶以后呢 感觉到呢 从里到外 整个都舒畅起来了 对 然后你会头脑非常的清晰 人非常的舒服 那你喝尽的口感呢 真的很甘甜 让自己觉得 哦 真的很棒 那所有的精神都回来了 哇太棒了 思绪也非常的清楚 哇 所以呢 我想观众朋友呢 今天听我们这样分享以后呢 一定要赶快来品尝一下 东方美人茶的好滋味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其实呢 泡茶呢 它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那就是从比如它的水温啊 还有就是说茶叶量的放多少呢 还有就是用什么样的茶具呢 泡出来的茶呢 它才会把它的整个这些质感口感都提出来 那秀琪是不是来教我们呢 我们泡东方美人茶跟猫里红红茶 要用什么样的茶具最适合呢 东方美人茶跟猫里红茶这两种茶类呢 它最适合就是用这种瓷器 瓷器 还有这个玻璃的 玻璃的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在茶叶再放进去的时候 尤其东方美人茶 它那个茶叶的那个伸展 对就像美人一样 在水中旋转跳舞 对耶 感觉到好像在跳水上芭蕾一样 它是有千姿百态 是是 这两种茶壶是最适合用的 泡水茶的风味是最好的 所以说观众朋友大家知道了吗 如果呢今天你要泡东方美人茶 还是猫里红红茶的时候呢 最佳的首选就是用我们的瓷壶 那不然就用我们的玻璃壶 那更能够增添它的风味就对了 是的 好真的非常棒哦 好再来赶快喝一下东方美人茶 哇真的很感谢这个秀琪跟我们分享 原来呢不同的茶种 它也必须透过不同的茶具就对了 好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喝茶嘛 当然就个人的喜好嘛 有人喜欢铁观音 有人喜欢四季春 但是呢有没有说男性呢 通常喝什么茶更好 那女性呢 喝什么茶最适合他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区别在个人的体质的接受度不同 天上有五音 地下有五行 人有五脏 那喝茶呢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那也是对应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从金木水果土来做一个区别 那属金的呢 它是属于肺 肺部分 所以他要喝白茶 再来木 属干 那我们的青茶类 还有绿茶都可以喝 那水呢 是主圣 那就黑茶 普洋茶 火呢 就是主对我们的心 我们心 那我们就喝红茶 土呢 对应的是我们的皮 那就喝黄茶 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自己是适合什么样的茶 随着年龄的变换呢 其实我们喝茶也会随着身体的变换一直在变换你喝的茶 不是一成不变的 以前你的胃很好 现在你的胃已经有点点不那么的 随着年纪来做一个调整 对 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养生 好 那其实刚刚秀吉有讲了 不管是白茶啦 我们知道呢 还有就是说红茶 还有青茶 绿茶 或是黑茶 这些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 但对黄茶呢 我比较陌生 到底是黄茶是什么样子叫黄茶呢 黄茶它的制造过程是跟一般的制造过程不一样 是它的工序不一样 就是那个茶种摘下来的时候呢 它们有去炒 就是把它闷到黄 闷了一个闷黄的味道 它把它烘不干 那应该它就是会比较嫩的地方 对 然后用闷的 然后闷了以后它独特的味道 所以这个叫黄茶就对了 因为有些品种它必须要去这样做 它才会有那个滋味出来 哇 真的呢 今天真的学了好多好多 不是只有喝到好茶 而且还知道茶原来对应我们身体不同的体质 而且我们不同的五脏 它也可以对应不同的茶种来做个保健 难怪这个我们华人最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的茶文化 真的非常棒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请秀琪来跟我们分享 有时候我们在出外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无茶不欢 你没有喝到茶的话 他可能一天都觉得呢 精神不济 心情不好 所以呢 这时候出外的时候 怎么样的茶具呢 可以达到呢 非常的简便 然后又可以像在家里泡茶一样 把茶泡得这么这么的好喝 来帮我们介绍好吗 其实呢 多一点巧思呢 真的生活就增添了很多乐趣哦 比如说到外面去露营的时候呢 或是你出国的时候 假使你很想喝一杯好茶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茶具哦 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困难哦 那秀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我们出国的时候啊 去露营的时候 去玩的时候 怎么样来泡出好茶的茶具呢 爱茶的人呢 一天没有喝到茶会很不舒服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筹备他的机具 露营了呢 现在有的是 把自己家里的家当都带去了 那大阵杖的带出去这茶具 那出国呢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我这里有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呢 我现在我手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防卤窑的 那他有这个茶杯 这个杯子是茶臼 他可以放茶叶 茶叶放进去呢 我们放到这个杯子里面放进去 好 我们开水就把它冲进去了 冲进去之后呢 你觉得浓度够了 你就把这个茶臼拿起来 放在这里 好 放着 这个呢 就当茶杯喝的 就是独享一个人 所以这个叫独享杯 就是一个人的食购呢 是 真的好简单哦 就这样三件事哦 是的 你就可以享受一杯 很好的台湾茶 哇 太棒了 好 那呢 我有看到呢 这对好可爱的猫咪哦 这到底是白饰呢 还是说它也是茶具 哦 它也是茶具 真的哦 这个食材非常的可爱 你看猫咪 嗯 它有两个颜色 白色的 它这个也是 这个把它打开来是上盖 你可以这样放着 嗯 这里面呢 也是有一个小茶匠 哇 好精致好可爱哦 还有猫脚印 而且它还有旅工的猫脚印 是的 哇 真的 心情真好 把它放进去里面 你就放进去 嗯 然后呢 一样 一样 茶叶放进去 然后热水冲了 然后让它又稍微盖一下 让它出鼻子 对 盖起来 让它 哇 光看到这个心情 就非常的舒畅 你再把它打开来 这个就慢慢放这里 嗯 直接放在上面 是 好 哇 你就可以享受一杯 香的不得了 毛衣不得了的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那种 悠闲 然后那种满足那种自在 让你消除你的一天的疲劳 让你能够 真的 那今天的辛苦 绝对让你能够消除 哇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它非常的 设计真的非常的贴心 但我们知道其实出外的时候 它还给我们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 保护它的一个外盒 对不对 好 那要不要给我们看一下 那外盒有多可爱呢 我真的想象不到 这样子怎么装出去 不会把它打破 外可 你可以学生西大 好 出国啦 好时尚哦 要去游学的学子呢 想喝茶 就把它带去 哇 这个也太设计的 也太棒了吧 哦 就把它放上去 一整组啦 哦 组合式的 就这样放着 然后呢 然后再把它放下来 点到朝这边 哦 这个真的太好 太好用了耶 然后这样把它盖起来 然后拉链一拉起来 对啊 哇 哇 然后这样 然后就可以盯着走了 哇 超可爱的 你可以把台湾的茶带到全世界去 哇 真的 太棒了 做国务外交 太棒了 哇 真的 我们真的要给这样子的厂商 它的巧思 它的创意呢 让我们爱喝茶的朋友呢 只要带着它 无时无刻 你都可以享受一杯好茶 哇 最开心的时候又到了 又到了我们游奖征达 今天呢 我们名有茶庄的秀琪仙子呢 非常的大方 要送给我们三份礼物哦 有三个观众朋友呢 可以得到我们银子奖的 猫里红的红茶哦 只要你答对了 我们今天的有奖真答 记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留言区呢 留下了你的手机 以及标准答案 你就有可能把猫里红红茶 给带回家咯 那我们现在赶快请秀琪 来帮我们出考题 请问猫里红茶是产至哪一个县市 哦 要不要提示一下 马里马里 很像台湾哪一个县的县名呢 猜对了 前三位观众朋友呢 就可以获得今天最棒的礼物了 跟着甜美女的脚步呢 带您看到台湾最美的风景 让您感受到台湾最有温度的人事物